好 这桩婚事好像越要低调 但是却又更高调了 马维中低低调调结婚 移居香港引起国安的争议 结果主管两岸事务的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呢 今天接受立委们连番的质询 结果他不断的强调要平常心平常心 而如果有国安的需要可以配合联系香港 但是立委就是穷追猛打 连香港前特首曾应权来台探亲 都被要求应该请曾应权代为照顾马维中 总统千金马维中婚后居住香港 主管两岸事务的陆委会 硬是被推上这波国安口水战的风口浪尖 一如玉琪 主委王玉琪有备而来 不管怎么问 标准答案平常心 立委们只好拐着弯追着问 前香港特首曾应权来台探亲可以扯上第一千金 连两会互设办事处配套法案最快四月底送立月 涉不涉及领事权也跟马维中有关系 这个办事处有没有具备保护总统女婿的功能 因为这个港澳的部分现在不在 董事长我先说明文件就卡在这 中国一直不肯对等 一直不肯承认我们的主权的问题 家事成了国家大事 这场婚事想低调反倒更加高调 昨天新闻李宗坊王陈伟台北报导 写真先前做文件就好了 那是可以说明文件就好 再次回见 我接下来 所以我接下来 温皙